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311集 七人看似无缝的合围 一下就被硝烟空手突破了 一连串轰鸣如滚雷一般 在七人头上炸响 只短短几秒 半空中的树道拳风便轰然破碎 化作灰色光点四散纷飞 光芒散去 一丝丝裂痕出现在冲在最前几人的双拳之上 咔咔咔六声催响 三名护卫的双拳竟都被硝烟一拳轰碎 三名护卫同时发出一声痛嚎 另外四名也好不到哪里去 捂着瘦创的关节在地下滚成一团 硝烟站在中间 脚步一顿 面无表情地打了一个响指 七名护卫受伤不畏 被硝烟一击中所注入体内的天火 陡然燃烧了起 火焰吞吐间 地上便多了七个火球 眼见这七名护卫是活不成了 所有观战的护卫在这一刻 都脸色煞白 身体禁不住绷紧起来 将惊害的目光集中投射在硝烟一人身上 之前硝烟秒杀三名护卫 虽然也令他们镇静 但那毕竟是硝烟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而且那三名多少还有轻视之心 而这次七位护卫可是有备而来 硝烟也是正面应战 还是空手就轻松制胜了 如此战力可就已经接近超级天才了 他们除了无比震惊外 眼里还多出无法掩饰的忌惮 好凛然的杀意 断然不单是因为广场上那点矛盾 他到底与丹殿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仇怨 竟然有如此决绝的举动 就连见惯硝烟勇猛的静无尘 也对硝烟的这两次出手 忍不住暗暗择守 想着硝烟所说的五成把握 心越来越定 但心里的疑问也越来越重 声明之下果然有点本事 难怪会这么气焰嚣张 要为静无尘出头 不过 如果你以为凭这点本事 就可以活着走出山洞的话 那就实在太天真了 丹鼎完全没想到 硝烟居然比自己想象中更强 眼看眨眼间 十个护卫就避在了硝烟全掌之下 心里隐隐生起一丝忌惮 他没有在叫嚷着让护卫冲上去 而是将眼光扫向护卫中 一名高壮的妖族斗弟 这名有求于丹鼎的古虎族斗弟 名叫盘古虎 乃是一名超级天才 在丹鼎看来 由超级天才盘古虎 带领古虎族精英出手 硝烟再强 最多也就多支撑一点时间而已 没有侥幸的可能 感受到丹鼎扫来的目光 盘古虎心头苦笑 知道丹鼎 不想再折损丹殿的护卫 不过硝烟虽强 但凭自己的实力 再加上九位族人相助 倒也不拒 盘古虎转身 对丹鼎一抱拳 公子说得不错 这硝烟虽然有些蛮力 但还不足为虑 交给盘某便可 然后前踏几步 沉声一鹤 我古虎族精英何在 九名古虎族斗弟 应声出列 面对瞎斜着眼 看着自己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的硝烟 十名古虎族斗弟 整齐的身体骤然暴涨 乳白色的骨骼透体而出 形成一副 包裹住身躯的骨铠 不过片刻间 十人的整个上半身 已经化为了巨大的古虎模样 尖利的胡爪上 斗气若隐若现 棕色的毛子中 充满了狂野的气息 小心 这个人是个超级天才 静无尘急忙提醒硝烟 生怕硝烟大意了 仰天发出一声疯狂的咆哮 盘古虎后之猛一用力 一马当先 带出一股破风之声 朝着硝烟扑了上去 另外九名古虎族斗弟 也唬笑一声 紧随盘古虎身后左右 向硝烟合击过来 虽说十个人 人数上相比硝烟 在之前遇到的斗弟来说 并不算多 但在气势上 却强了太多太多 而且显然经过长期配合 不仅盘古虎 封死了硝烟迎击九名 比他实力弱一些的族人的路线 而且只要硝烟敢迎面而上 十股力量 就会立马合成一股 对硝烟形成权力一击 要么硝烟直面十人的合击 要么硝烟只能退 直面十人的合击 不只是攀古虎 就连山洞深处的丹兵宴 也不认为硝烟有这个实力 可是退的话 能退到哪里呢 硝烟身后是静无尘 和那个小孩 静无尘不用说 根本就不堪十人一击 那个小孩看起来 也实力平平的样子 硝烟敢让他们两人 处在十人 尤其是超级天才 盘古虎的攻击之下 看到这个局面 丹顶的脸上 不禁浮现出一抹得意 似乎已经看到了 硝烟狼狈惨败的结局 而硝烟呢 面对超级天才 盘古虎领队的十人攻击 硝烟究竟做出了 怎样的应对呢 虽然硝烟在静无尘的提醒下 知道了这位盘古虎 实力不凡 十人的攻击 在他的带领下 也颇有章法 看似无懈可击 难以立体 但是区区一个超级天才 顶了天 也就五星出气的实力 即便是十人何击 还没有放在硝烟眼里 那么硝烟直面迎上应战了吗 不 没有 硝烟眼睛微眯 斜眼瞥了一眼 左侧洞壁 那道深渊裂缝 眼里闪过一抹脚霞 脚下瞬移一般 后退了数米 而且一退才留意到 身后的静无尘和龙翼 急忙又侧身一闪 闪到了那道深渊裂缝前 才不得不停止脚步 一副略显慌乱的样子 硝烟的略显慌乱 令静无尘忍不住有些担忧 心中不禁胡思乱想起来 莫非这十人的实力强盗 连硝烟都不得不退 可是要退也别退到那个地方啊 咱往洞外退呀 退到那个地方 静是逼得你不得不退的 十名强大对手 再退 就是不知深浅的深渊裂缝 这不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 陷入绝境吗 可这个时候 没有时间去困惑 静无尘急忙取出数把飞刀 做好随时支援硝烟的准备 而龙翼则依然守在洞口 神情没有半点变化 见硝烟不敢直面自己的攻击 竟然慌不择路 退到深渊裂缝边 十名古虎族斗地大喜 脚下当即加速 逼至硝烟进前 十双锋利的胡爪 齐齐抓向硝烟 要将硝烟 击入深渊裂缝 宁孝 开始在十名古虎族斗地的脸上绽放 也在丹顶的脸上绽放 哼 看来还是高估了硝烟的实力 这次的功劳 应该可以换取自己所求那枚 品阶不低的丹药了吧 潘古虎心中如是想着 连老子的护卫都打不过 还敢大言不残要灭了老子 不知道还有我姐姐在吗 丹顶开始活动手脚 扭动脖子 似乎在准备要走出山洞了 在这关键时刻 在即将被十双虎爪 那数尺长风锐气芒击中的前一秒 硝烟眉头微微一条 斗气在脚下一涌 双脚猛地朝地上一跺 身法斗技封过无痕施展 身体腾空而起 然后在半空中 一个完美转身 已然到了十名古虎族斗地的身后 紧接着 硝烟反手一甩袖袍 一股强劲的斗气呼啸而出 宛若一排巨浪 挥向十名古虎族斗地 这一甩 硝烟以锈带齿 挥出了重齿在手的气势 十名古虎族人 完全没想到硝烟的身法如此诡异 慌乱之下 只能仓促回拳相迎 轰的一声 拳头与秀风撞击到了一起 除盘古虎外 其余九名古虎族斗地 全都被硝烟那强劲的斗气力量 轰得失去了平衡 盗飞出去 不 眼见九名族人身体不受控制的 盗飞向深渊裂缝 盘古虎脸色大变 这个时候 超级天才与一般天才的区别 就体现出来了 盘古虎临危不惧 半兽化 身形陡然暴涨 瞬间连轰十拳 十拳合一 震散硝烟绣风的余波 并将没有使出权力的硝烟 压退了树部 同时背后现出一个古虎幻影 虚幻的虎爪连连挥出 想拉回盗飞向深渊裂缝的九名族人 这个古虎幻影 乃古虎族不传之秘 以影化身 可以暂时以影子 凝聚出实体的部分能量 可惜 尽管盘古虎反应迅速 但在硝烟那变态的力量下 九名古虎族斗地 倒飞的速度实在太快 盘古虎 不过只连拉带捞 救回了五个 还是有四个 掉进了深渊裂缝的黑暗中 唉 硝烟 我要杀了你 我要将你随时万段 挫骨扬灰 盘古虎目睹族中精英 就这样冤屈丧生 一连串悲痛的怒吼咆哮而出 阴森的毛子里 似乎要喷射出熊熊火焰 死死盯着硝烟不放 正仰守闭眼扭着脖子的单顶 咒听盘古虎这声咆哮 盲定眼看向场中 一看之下 不禁目瞪口呆 刚才还十个人 怎么一眨眼就少了四个了 而那个硝烟 怎么在绝境中躲过了攻击 而且还好好的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兄弟 他也棒了 靳无尘当然是连连喝彩了 靳无尘这时才明白 之前硝烟并不是实力不济 而是阳退 是为了诱使古虎族十个斗地 古族斗气冲刺向深渊裂缝 然后利用身法 在其背后来个顺水推舟 是在实力有绝对保障的前提下 对地形的绝妙运用 可靳无尘的喝彩 却将怒激的盘古虎的恨意 更加激发了转 盘古虎身形如怒害狂涛 扑向硝烟 同时对五名古虎族斗地 发出一道命令 我来对付硝烟 你们去解决掉那个 敢笑伙我们古虎族的靳无尘 是 五名古虎族斗地 也被靳无尘的喝彩脑都不行 一下就将所有对硝烟诱杀伙伴的恨 全部转移到了靳无尘的身上 他们将身体骤然缩成弓形 如离弦之剑般 直冲向不远处的靳无尘 小心 龙翼 保护靳无尘 硝烟想回访保护靳无尘 但现在缠住他的 是半兽化 又在狂怒状态下的一个超级天才 在盘古虎一波接一波的猛烈攻击下 一时半刻也分不开身 只能急忙出声 提醒靳无尘和龙翼 哼 真当小爷是好捏的不差 看着迁怒于自己 冲击过来的五名古虎族斗地 靳无尘顿时就被激起了火气 眼神瞬间阴冷 低声一鹤钟 手臂一抖 指尖一送 一直握在手里的竖柄飞刀 闪现而出 寒光闪烁中 五股强劲的刀锋 射向五名古虎族斗地 身上雷电闪动的龙翼 也大步向前 双手在虚空一拉 拔出了雷电之枪 和龙翼与靳无尘之力 五名古虎族斗地 应该奈何不了他们 消炎一掌 破开盘古虎的虎爪 心中鉴定 不料 情况却并非如此 五名古虎斗地 面对靳无尘的飞刀 和龙翼的雷电之枪 竟然不退不让 在空中 迅速挨进在一起 身上的骨铠 离身而出 不可思议地 合成一面巨大骨盾 将两人的攻击 全部挡下 防御得手 五名古虎族斗地 趁势猛扑 立马就将靳无尘 与龙翼分隔开来 两名拦住龙翼 三名杀向靳无尘 不好 见三名古虎族斗地 杀气腾腾的 已经近身 靳无尘来不及多想 身形渐渐淡化 仿佛要融入空气中一般 只要身形完全淡去 所有的攻击都将落空 这就是靳无尘 独特的保命构机 可惜距离实在太近 靳无尘的身形 还没有彻底淡化完 三名古虎族斗地的 攻击一道 靳无尘这时已避之不及 被三只虎爪拍飞了出去 划出一道抛物线后 重重砸在石中乳上 砸得石中乳当即碎裂 石解四箭 一口新鲜的鲜血 从口中喷出 染红了一斤 三名古虎族斗地 显然不打算放过靳无尘 虎步在地上一踏 高大的身躯 立即朝着靳无尘掠去 是要将靳无尘 诛杀当场 我可以接着 我们下来的 诛杀当场